他开着邻居家的Toyota追着日落 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今晚演出的Representer上是他最喜欢 Hello 大家好呀 我今天的状态感觉还不错呀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颈椎舒服了 难受了 再加上我这几天休息还挺好的 没有怎么偶夜 所以呢整个人的状态感觉还不错 今天把头发砸起来了 因为今天跳舞的这几天比较热 头发长了也没有去剪 所以呢就扎起来了 头发长得其实还是挺快的 过两天可能去剪 或者是就这么先留一下 准备吃晚饭了 今天我偷懒了没有做饭 因为我不饿 吃点平时吃的一些零食 然后再吃点煎饼 还有今天我去超市买了 我最爱吃的这个榴莲 香臭香臭的 我特别爱吃榴莲 但是吃这个吃多了容易上火 所以吃这一块就够了 嗯好香呀 今天呢还是吃老家的主食煎饼 煎饼卷什么呢 卷蒜苔 我不知道你们吃过吗 蒜苔我们老家是生着吃的 我也是特别喜欢生着吃 我们老家那边好像真的都爱生着吃 比如蒜呀也爱吃生蒜 蒜苔还有萝卜 这些生的都特别爱吃 口味可能是比较重吧 因为这些味道都还是比较重的 先卷一块煎饼 这是我昨天炒的小虾 小和虾没吃完的 今天卷下煎饼吃了 好香呀 卷两根蒜苔 煎好了开始吃了 真香呀 还有小饼粥 昨天上的 家饼真的好香嘛 嗯 浩椒放着 好吃 今天晚饭就解决了 就吃这些了 而且咬的我太要吃了 太硬了 你们感觉到我嚼起来煎饼 特别的肺炎吗 十斤的嚼 要吃一口榴莲 实在忍不住了 太香了 应该吃完饭再吃 但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咕不住了 太馋了 有点口水 好呦 太好吃了 榴莲太贵了 30块钱一斤吧 但是吃榴莲比较少 什么时候能实现榴莲自由就好了 太好吃了 还是先吃饭吧 先吃饭等吃完饭 好好的享受一下吃榴莲 我吃的煎饼也不方便说话 煎饼太硬了 先不说了 然后开始吃饭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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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